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乡村四季12316 今天做客演播式的是大田走栽培专家 胡问何老师 胡老师好 大家总共好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6-8627-8628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为您解答 近年来 松原市宁江区大蛙镇 明乐村农业产业化成果不断呈现 玉米 水稻 杂粮 畜牧业 棚式 果蔬等重要项目迅速发展 整个村子现代化的节奏不断加快 其中农业专家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在明乐村的展览室内设置了很多展板 上边展示了大量照片资料 看着最近取得的成果 对比着改革开放之初的局面 明乐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峰感慨颇多 人均收入那时候是680多个家 到现在我们是人均收入是18000多个家 张志峰告诉记者 科学技术的普及是明乐村生产发展 村荣整洁的重要前提 在大田种植 大鹅养殖 果蔬种植 以及杂粮生产的过程中 新技术 新成果在大田上的试验及推广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项目开展 设施设置的过程中 村民们的态度不断转变 从2000年我们能源大学科研团队 到明乐村就搞科技实验试法 通过这个小面的科技试法 主要就是引领我们村班的农户 怎么认识科技 科技在能力生产中产生的作用 提到吉林农业大学专家 入驻明乐村开展科研项目 以及科技帮扶活动 还要从当地的一项特色产品说起 有一个绿色小米 然后后来我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 我们又发展了其他几个产业 原来 明乐村多年种植骨子 盛产优质小米 为了增设果蔬种植等项目 张志峰等村民找到了吉林农业大学的专家 大田 杂粮 蔬菜等方面的专家 协商研讨后 给明乐村提出了发展建议 协调种植骨子 辣椒 棉玉米等特色农产品 同时引导农民组织化生产 取一个名字叫做世卫一体的发展模式 就是公司加专家 加协会 加农户的 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当时全国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 现场会在明乐召开 从抵触怀疑到认识接受 村民尝到了科技带来的甜头 和专家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即使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农业专家还愿意在村里设置实验项目 以此推动村民持续增收 在专家的帮助下 近两年明乐村又推出了连耕连种的模式 实施规模化种植 接下来明乐村还要在特色产品种植加工上下功夫 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高市民收入的同时 壮大集体经济 争取早日实现产业兴旺 相逢文明 生态宜居 生活富裕 据我们了解 胡老师也是帮扶的专家之一 那么仅从粮食的产量上来说 帮扶前后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明乐村我们已经帮扶了二十来年了 我们从开始的实验示范 到后来进行推广 原来最开始的时候 像玉米的产量来看 一般情况下 一小地也就一万五六千斤 一万六千斤 好的人到一万七八千斤 那发展到今天呢 现在每年的情况下 由于采用了前面的地观这种技术 一般情况下 都是适量达到三万斤左右 所以真的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从科技上 那么在画面当中呢 我们也注意到当地呢 还有水肥一体化 包括接杆的综合利用 这方面的技术展示 那么这些技术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给米乐村呢 包括这些整个生产过程中呢 提供了一个综合技术 在综合技术中呢 最体验的两点 一个叫水肥一体化 一个叫杰杆环田 这两点技术啊 包括它是一个核心 所以说呀 整个在米乐村过程中呢 我们给它们村民呢 包括整个村集体 进行详细的培训 给它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 就从波总到秋之间呢 这些环境中呢 每一个环境都有一个详细的 一个技术的流程 按照流程操作的情况下 就能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那么水肥一体化 大家得知道的话 就通过水肥一体化情况下 来节约肥料的适用 提高肥料的效果 就非常简单一个事 就缺水就得能供给 缺肥就能供应上 就是说渴了能喝 就饿了就能吃 达正情况下 便是作为一个良好的生长 有个产量的水平 那杰杆环田呢 也增加了突然的油溢质含量 保护了地力 因此呀 既高有产了 又支付了地力一个保护 所以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那么其他地区的农民朋友 可以从米勒村的发展当中 受到哪些启发呢 我觉得米勒村呢 从原先开始一点示范 到今天呢 整个村里全部进行了 集体化经营 这是我们农民要引领的一个方向 大家应该理解一个事 现在整个来看 在农村来看 你家有一场地力 或者两场地情况下 完全自己经营情况下来看 满足了因为正常生活的一个需要 所以说中国的土地 的片子化经营 严重地影响农业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讲来 这个农民的这个地 一定得进行了托管了 或者是带耕了 或者是入社了 这些种方式 从这种方向来看 农民既没有增产 既没有减小收入 又实现了一个增产效果 同时你还把土地力倒出来 进行的打工或其他措施 因此是讲来是一个 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 感谢胡老师的提示 那么说完了 米勒村的农业科技 接下来我们再到东风去看一看 为了落实 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直报方针 近日东风县开展了 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水稻飞防作业 在东风县东风镇 恒道村的稻田旁 记者看到 技术人员正进行着 无人机调试 药剂配置罐装等工作 随着操控人员 熟练的启动按钮 三架八悬液 无人直保机 在离地约2米的低空 沿着稻田进行着 大规模精准喷药作业 几分钟时间 近百亩稻田 便完成了喷洒 我们村水稻面里 一共是3300亩 以往老百姓 都是雇无人机打药 15块钱一亩地 今年直保站 争取这个扶持资金 为我们老百姓 免费打药 我们老百姓 一共能够省下 4万多块钱 老百姓反向都非常的高 农作物并虫害 是影响粮食产量 质量 以及农业生产 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了解 此次直保无人机引入 依托了中央拨款 专项资金项目 连日来 东风县直保站 结合主要农作物 种植情况等因素 使用15架无人机 对东风镇 横道河镇的 26500亩稻田 进行重大并虫害 防治非防作业 进一步提升了 水稻并虫害 绿色防控防治效果 提高了种植效益 既能防止水稻病害的发生 也为今年的 虫口多粮保丰收 农药减量控害 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近年来 东风县紧紧围绕 科学质保 公共质保 绿色质保的理念 加快转变并从防控方式 大力推行专业化 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技术 以此来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并派遣农迹人员 深入天天地头 指导农户 进行病重害防治 为今年的粮食丰产丰收 保家护航 由于近期高温高湿的 天气比较多 那么无人机 在进行喷药作业的时候 应该格外注意哪些问题呢 胡老师 从无人机作业情况下来看呢 现在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它省工省力 降低伤害成本 而且能减少一些对银的伪害 它注意的问题 大家得知道 一般原则 无人机打药的情况下 那药剂是钻配的 就是它的物化程度得高 防止效果才能好 另外大家也得注意 无人机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这个安全呢 应该有一个合格的操作的一个规程 按照操作来进行 另外大家也注意其他一些方面 比方说你打的浓度了 打的药量了 包括注意的操作的方式方法 好的问题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说 通无人机打药 是将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胡老师 刚才你也提到了 药剂专配的问题 那为了体现绿色防控 农户在药剂的选择上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在一种选择来看呢 除了无人机钻药之外 大家得理解一个事 就是药剂这两个 有不同的防止方式 比方防止育鸣啊 或者粘虫那种药剂 情况下 有叫露虫不甲歇岩的 它就是一个低毒的药剂 就能起到绿色 一个防止的效果 它通过钙泵的原理 就从穿之后啊 那个钙泵引起作用 从着嘴不会吃食 所以它功能饿死来造成的 所以说呀 它就是非常低毒的一个药剂 所以讲来选药剂过程中 已经选择那些低毒的 特别防止水道情况下 无论刀病也好 二化病也好 你得选择那些低毒的 做绿色生产的一个过程 另外当前阶段 我们重点应该 防止哪些病虫害呢 当前来看呢 对于你来说呀 防止病虫害来看 最主要的病 就像呢 我们说的喝完病了 包括现在不过病比较重 大半病啊 现在已经有 过去一段时间了 也应该进行防 像水道来说 主要是防止盗碗病 盗碗病是主要的 好 感谢胡老师的提示 我们也提醒农维朋友 要选择安全的农药 同时呢 采用科学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 蔬菜的应激管理 夏秋季 是摄施蔬菜种植的 茶口更替期 彭氏市将陆续完成 秋盐后和秋冬茶的定植工作 那么这个时期 说到还真是不少 柿子 茄辣椒 这类的都提上了 就是提前疫苗 然后进行一代定植 对于秋盐后这一茶的果菜来说 定植的时期正是福天 室外温度比较高 彭氏内部温度更高 此时的管理十分关键 我们建议呢 就是说早晚进行定植 不要感受中午定植 感受早晨温度低 管车弱的时候 或者晚上温度低 管车弱的时候进行定植 定植的时候 对于羊苗根部 会有一定的损伤 定植以后 如果温度过高 羊苗失水快 很容易导致 羊苗散热以后尾粘 夏季气温高 光照足 有条件的情况下 大棚或者温室 最好加上遮阳网 头一天或者两天 适当地可以把保温被 给它降下来 进行遮阴 就是遮阴降温 遮阴可以防止温度过高 使羊苗叶片大量湿水 有利于缓苗 这种定植水 不要呢 就是说怕它缺水 就一个大量慢灌 反而不好 因为呢 这个福田呢 你温度本身高 你再湿度再塌的话 那么一些点形高温高 适应不下就能湿上来 所以呢 是够用的原则就可以 专家提示 针对经济符等土传病害 建议在定值前使用药剂 进行土壤和地面的封杀 爱飞行动 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吉林广播电视台 爱飞行动 健康中国大型公益活动 7月31日走进九台医药超市 著名二人传表演艺术家 韩子平登台现役 精品伞来就送 白面豆油 补肺丸抽就中 互动游戏有好礼 7月31日 九台医药超市 我们不见不散 活动热线043186819900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在大安 采用新技术 使用营养物质 提高盐碱地增产能力 在公主岭 木耳种植进入采收季节 香菜种植增加农民收入 乡村四季12316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说到科学的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再到大安去看一看 近年来 大安大力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使昔日让人头疼的 盐碱滩变成了聚宝盆 稻田中 碧绿的稻苗随风咬夜 泛出盈盈水光 一块块宛如荷叶的青苔 卧在清澈见底的水塘中 生态之美尽收眼底 很难想象 这里曾是一片花白的盐碱滩 今年 大安市选择了新平安镇的 平安长河长明村 作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域 通过社会投资方招标形式 投资17亿元 分为两期工程 对总面积7187公顷土地 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农用地整理和建设用地整理 其中将盐碱地和其他 未利用地修复为水田 达到了2900公顷 生态修复 绿色修复 我们的改良就是对土壤那块 没有二次物染 我们的改良机里边 有大量的活性 有基质 黄木酸 根据目前的涨势 产量目前预计 在一赏地在6000公斤 争取突破7500公斤以上 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荒地升级为良田 不仅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更是扩大了耕地面积和土地 集约节约 为农业农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期工程于今年5月7日开工建设 建设规模2104公顷 新增耕地1428公顷 目前这一项目已完成总工数量的80% 计划12月份新增耕地验收入库 跨省交易可实现指标收益35亿元 预计新增粮食产量800万公斤 眼下已经过了大暑节气了 那我省西部延检区域的农户 在下一个管理阶段当中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胡老师 这个延检改造我们也去过 也看了过这些地 现在来看整个由于前级工程的问题 或者技术方面的问题 相当时是比较晚的 所以大家看 大家得知道 吉林省一般水稻安全抽策期 也是8月10号 也8月10号前正常抽策的 到后期前正常征策 所以讲来管理的方面 看一定得是 处早出是一个非常关键措辞 因为它们是好多地方 好多地块 不一定是这块地 好多地方查阳的比较晚 有的6月20号才查阳 或者6月25号才查阳 这种情况下 肯定影响了水稻的一个生产发育 所以处早出是一个关键 另外延检管理情况下 虽然已经改良了 那里边还是PH很高的 在水分管理上应该加減管理 延检对于水分来说 一定要勤坏水 就是说看水当时浑的时候 要把那个水排掉 要以水压减 用以水质量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说要勤坏水 而且后期在换水过程中 也知道后期不能进行赛田 赛田之后 引起延检的反常 所以说这些方面 都得以加減管理 另外看在外地来看 整个来看 我觉得分店数不知够不够 我现在看也已经晚了 今天已经是7月20几号了 还有十几天应该抽碎的 能不能抽碎 这抽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所以说加强水分的管理 而且要加强什么呢 初早出的一个技术的管理 是它的一个关键 好 感谢胡老师的提示 也希望农民朋友多多的采取 保护土地的措施 来维护生态环境 我们接着往下说 自脱贫摘闹之后 公主令市双城铺镇 黄花城自村 持续推进各项富民产业 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获 盛夏时节 黄花城自村的黑木耳 喜货丰收 呈现产销两旺的局面 今天是进了七万段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收完的木耳将近六千斤 就是木耳这一项 我们的收入可能是就得将近四十万 除了木耳产业 驻村工作队还帮助 黄花城自村建起了扶贫果园 这个果树的果实 还是归他们收益 归他们取得 我们村上也是一如既往的 帮着经营和管理这些果树果园 为了拓宽增收途径 今年黄花城自村 还搞起了蔬菜种植 种的是香菜 今年呢卖了四千斤 收入了一万六千元 预计呢 以后呢 这个香菜种植完事 收入呢将达到八万元 在9月底呢 我们准备给人呢 再盖一个有机蔬菜种植大棚 据了解 各项产业加在一起 今年黄花城自村集体收入 可达八十多万元 产业多起来 村民就有事干 腰包也自然鼓了起来 我就到村上来干活 一天都挣一百多 能干两个多月 也是挺大的收入 截止到2020年年底 我村原人脱贫户的收入 人均收入达到了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几 2020年 黄花城自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不仅村民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变 村子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前黄花城自村没有一条砂石路或水泥路 一到大雨天 土路就变成了泥潭 如今 村里的道路来了个大变样 全部升级为砂石路水泥路 除了路改变的还有水 如今的黄花城自村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同时村里还实施了汉测改造 农民也用上了干净方便的冲水厕所 到路上修的幸福路 吃的维生水 现在社员大伙都挺好的 做实事 做点真事 给这个讲话黄花村带来了新的变化 为往后的乡村振兴 垫垫的牢固 建设基础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首先是一位朋友发来了视频 向我们咨询问题一块来看大屏幕 这位朋友咨询 说防治玉米逆宠的药什么时候打比较好呢 胡老师 他这个说你防药带来知道 你防药情况下带来知道 逆宠对保密牌也非常大的 影响保密的受粉 影响保密的开花 还影响其他一些过程 所以说对于打逆宠药来看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一定得逆宠出现的时候打 比如说包在保密脸中间的很多逆宠有的打药 打不到的食人是打不死的 所以说一般我们使的逆宠药都是触杀性的 就是接触到才能死 所以说保密下面一片长逆宠的 你打到下面一片 上面长逆宠的就打到上面一片 因此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一般打逆宠药来看 原先用的一片乐果 现在看不太好使 一般就用笔松林了 看牙围了 菜松瓶了 一般打的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发来的视频问题 胡老师 这位朋友咨询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可以解决大地干旱的问题呢 这个干旱 干旱呢 是我们历来农业生最关键的一个措施 一个障碍 所以大家知道解决干旱问题有多种方法 那现在来看今天好多地方真的处于感旱 已经大约的二天没下雨了 是玉米蓄水啊 现在正需要多的时候 因此要有调节地方 应该及时进行浇灌 那就是啥办法 没办法 如果能浇就应该及时浇 老米最关心的是 老米包米现在正在开花 你受粉呢 能不能浇 能不能喷灌 完全可以 对喷灌的没啥影响的 一般玉米大家知道受粉情况下 花粉落到花丝上 一般就两三小时就完成了 所以说浇灌的时候 不影响包米的一个受粉 所以说如果你第一要是汗情况下 一天也不能等 赶紧就 好 感谢胡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社区的大爷大妈注意了 小区的大哥大嫂注意了 村里的老少爷们注意了 看先锋剧场电视剧 送大礼了 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 进群回答问题 都有机会中奖哦 你也可以在家看剧 坐等主持人上门送礼 只要你看到乡村频道的电视剧 告诉您 这些礼品 小飞面被送给大伙 关注乡村频道电视剧 每天好礼 送不停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最关心的 宫求信息 东风纳丹博的老张 打算出售34只羊 其中包括小伟寒羊 澳寒羊 杜寒羊 还有羊羔两只 种羊两只 这些羊静温的可挺低点了 谁想买的话 可以成果买也可以挑着来 啥 这么好的羊咋舍得往外甩 老张说了 年纪大了 尽管不动了 得 谁想仔细打听就打电话 15844723488 自己联系吧 农案万金塔的王先生 打算出售小苹果树苗 有当年生 二年生两种苗 数量不多 2000颗左右 价格免疫 跟前的朋友 要是想种植的话 可以联系联系 云几颗试试呗 联系电话是 13756621272 双羊的王女士 有大量的玉米 打算出售 你问多大量 二三百万斤呐 那这可不是小数啊 谁要是想成批抓货 那可就逃上了 省得四处抓货了 车缴钱就能省不少 联系电话 155-6774-6302 价格免疫 华电市长山镇的 养牛库赵先生 打算长期收购 华电市附近的 甘草饲料 第一要是想收 五到十吨 手里有货的朋友 可要抓紧联系了 拿出质量上乘的甘草 把头三脚踢出去 没准还能拉个大主动呢 联系电话是 1359629 1533 针对近期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 记者刘佳了解一下 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刘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现在已经进入福天了 雨水比较集中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绿化苗木 比较容易出现病害的一个时期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着重地去防哪些病呢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有请王老师 给我们大伙聊一聊 王老师你好 你好 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的病害 主要是有两种 一种是苗木的绣病 尤其是阳术比较严重 另一种病害 就是苗木的白粉病 这个白粉病 对于花灌木来说 发病比较多 这个病害 先谈一谈 这个病害怎么去识别 这个绣病啊 它最初的时候 这个就是在叶片上 出现像被开水烫了一样的小点 然后呢 逐渐地发生 在小点 透明的小点上 出现黄色的小点 在这就是病菌的那个包子 再进一步发展呢 在这个黄色的小点 珠布的长大 完了 特别就是一层黄色的粉末 这个就是绣病的识别 白粉病的识别呢 就是在苗木的叶片上 出现一层白霜 这是这两种病的识别 那么怎么去防治这两种病呢 最好呢 就是最有效的药 就是三座桶 这三座桶啊 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 就叫粉秀宁 如果说到这两个名字呢 它俩是一种药 这种药它的特点呢 就是高效低毒 这个就是药效期比较长 它得怎么去防治的时候 用多大的浓度呢 按照说明书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是20%的可食性粉剂呢 是2000倍 是最常用的 要喷几次呢 这个一般来说 要喷两到三次 间隔的时间呢 是15到20天 这个就会达到 很好的防治效果 还有呢 就是要说一点 就是用这种药的时候 一定要有两点 注意事项 一呢 不要预减性的农药 混合使用 第二呢 就是不要用 铜制剂的农药 在一起 或者是用铜 就是容器 这是都是不可以的 刚才介绍这个 这种药啊 对这个绣病和白粉病 都是非常有效的 好嘞 谢谢您 王老师 希望王老师 今天所有的解答 都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好 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 就是这样 好 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刚刚有农民朋友留言 咨询防治水道 盗温病的药 什么时候打 如何打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这水药盗 盗温病 是常见的一个病害 就是无关你 发生情况下 都得进行预防 一旦得上了 想治愈了 是比较难的 所以现在我房 叫碎静温 一般打的时候 大家注意这么两点 第一点 一定要注意水量要大 水量少 情况下 效果是不好的 第二点 注意打的时间 一般就在破口 起打一次 碎起其实再打一次 一般相隔 大约在7到10点左右 所以水道破口 就是那个 碎要出来的时候 要打第一遍 然后碎起的时候 再打第二遍 注意这两点就可以 好 下面是 双阳的网友咨询 黄豆长得太高了 有什么方法能控制住呢 你这个黄豆长高 情况下 叫大豆什么 叫大豆的花甲驼落 就是开了很多花 接了很多甲 落了什么样 后来都比接甲 没成粒 因此会严重严重产量 你造成的原因 可能第一点 比较重厚了 第二点可能 代肥识多了 第三点可能 其他原因造成的 所以说呀 如果现在要是 出现这种情况下 你有点晚了 原则在开花初期 在6月末期初的时候 要打一遍 已经蒙出的矮花药 在开花期 开花盛期 还可以打一次 现在可能达到 开花盛期了 你可以打一遍 也可以打一遍矮花药 一般你打 二三点五三点 温甲酸 或者是亚硫酸情纳 这两种药 都可以的 打完之后 能控制它生长 能减少的花甲脱落 因此有助于产来的 一个提高 还有关注朋友咨询 玉米双斑营叶甲 对玉米的危害严重 有必要放置吗 这双斑营叶甲 是近年来来说 玉米中 比较严重的一种害虫 近三四年来看 都比较严重 也说像花达机 也是会飞的 老板说 一看呢 吃宝米糊那种的 它影响了两点 第一点影响 是宝米的受粉 花丝锻炼之后 然后也会受粉 第二点 下面是松原的网友咨询 玉米受粉之后 为了防风 把磅上的鸡杆割下来 可以吗 这个呀是可以的 就是说 有的老板为了防止 那个玉米的倒腹 把我们的杆割下来 其实在玉米成长界中 有一个东西叫隔行去雄技术 也就是说玉米再出料之后 隔两下 把两行鸟去掉之后 就有增产来说非常大 增产3%到5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效果 但是隔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不能隔得太多 原则上 上面鸟 下面这些叶片 不能超过三个 也说带两叶可以 带一叶也可以 但你不能把叶丑 都弄掉之后了 这样影响给产量 所以说割的时候 要注意 一定不能割得太长 就是说一定要 不能超过三个叶 对一个不光伏的防污作用 还能增加通光透光 增加一个产量 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下面是余数的网友咨询 玉米出料的时候 打防止逆宠的药可以吗 这刚才已经提到一点 也就是包米涨逆宠之后 说出了了或者收粉 影响包米的收粉 会影响玉米的开花 这个原则上 一般打热情况下 不影响玉米的收入和开花 所以说 这些事件 一同只要出来之后 只要展现出来了 露出来之后 就打热就完全可以 下面是磐石的照洗咨询 治疗盗瘟病的药 除了富士一号和盗瘟灵之外 还有其他的药或杀卷剂吗 防止盗瘟病的药很多 比如说还有 鲤雷米素 还有三弯座 这些药都可以 只要是正规药 按我刚才说的方法党 才有一个措辞 都会取得一个非常好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